大圣戒分为显宗的菩萨戒和密宗的三位耶戒 大圣菩萨戒又可以分为五种 第一就是泛网菩萨戒 依据泛网经 卢舍洛佛说菩萨心地戒品 分为十重戒四十八心戒 第二就是天台宗圆顿大戒 是天台宗的大德 依据佛教菩萨戒的教义和根据中国的情况而治理 第三就是瑜伽菩萨戒了 瑜伽其实应该是诱感相应的意思了 那么是按照弥勒菩萨所说 五着菩萨记录的呢 瑜伽师帝论 菩萨戒品为依据 有四重四十六亲戒 第四呢就是瑜伽虚空障菩萨戒 那么是由济天菩萨呢 将佛说虚空障菩萨经里面讲到的十四根本戒 十四根本罪呢 加到那个瑜伽菩萨戒里面去 然后呢就成为十八重戒 四十六亲戒 南海上师啊 他在那个菩萨戒吉宋呢 上面就有一个赞叹说呢 虚空障菁所出罪 菩萨地中未宣说 菩萨地中诸唯逆 诸经论中不全有 济天菩萨柔经论 二中亦和罪允荡 这个是对于济天菩萨的赞叹 那么那个十八重戒四十六亲戒呢 是非常受到大德们的重视 因为他就是非常实际的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啊 来规范我们如何真正的保持菩提心 如何真正的转化凡夫心 而成就呢 佛心成就佛菩萨 觉悟的珍贵品质 中科巴那师造了一个菩萨戒品 是就是呢 祥是瑜伽虚空障菩萨戒礼 那么冷海上师呢 为了我们啊 为了方便我们诵词啊 受词读诵啊 所以呢 将菩萨戒品 是的药义呢 里面的核心的精药呢 就以寄诵的方式 就集为菩萨戒 集诵 菩提宗道 菩萨戒 集诵啊 在我们那个学处会编里面呢 有啊 完整的都把它那个编 编到里面来了 在那个学处会编里 一百三十九到一百六十八页 当然我们此次呢 是没有办法详细讲解的啊 如果根气够的同修呢 那么应该自己深入的去文诗 在海公上师的全集里面 也有讲解 那么中大师的菩萨戒品诗呢 也以翻译为中文 那么三门多宝讲诗呢 有好几年前就已经有运行流通了 所以不要得少为主 不要坐井光天 认为说我翻了一下 饭碗菩萨戒啊 或者翻了一下 又不是 那个菩萨戒啊 然后我就认为我懂得了 其实不是了 如果你要真正的对于 这个十八重罪四十六 亲戒呢 都非常通达 对于菩萨戒急送呢 六重戒二十八亲戒 那么这个五种菩萨戒呢 前四种是通于出家在家 第五种呢 是专为在家菩萨而说 那我们此次呢 那我们此次呢 就除了这个 饭碗菩萨戒没有传授之外呢 其他的都圆满的包含在其中了 所以非常难得 那么所有的菩萨戒呢 都可以归纳为 色律仪戒 色善法戒 饶意友情戒 那我们传了这么些年哈 传了三次居士菩萨戒 二零零六年十月初呢 在六祖寺传居士菩萨戒 然后呢 还略讲了优菩萨戒经 那么零八年底呢 在武汉灵泉寺呢 也传了居士菩萨戒 但是这个前面两次呢 其实都只是传了一种 就是幽婆色菩萨戒 那么这一次灵魂式的传戒呢 是最完整的啊 我们专门为这次传戒呢 编了居士菩萨戒 学处会编 那可以说所有的 那个关于与菩萨戒相关的 所有的精华精粹的 精论呢 都汇集到其中 所以我们大家完整的得到 幽婆色菩萨戒 天台元顿戒 瑜伽菩萨戒和瑜伽虚空葬 菩萨戒呢 这个是功德非常殊胜 那么第二个主题呢 我们来讲受词 菩萨戒的殊胜功德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祭天菩萨呀 在入菩萨痕第一品 菩提心另一品中说呢 佛于多结 深思为 见此决心 最饶益 无量众生 依于此 顺利能获 最甚乐 以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三世诸佛啊 他们经过很多个大竭力 深入的思维 以佛陀的智慧海来思维呀 然后呢 看到什么对众生解脱最有利呢 就是菩提心 就是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这个是能够真正最能够利益众生的法门啊 所以说呢 无量众生 依于此顺利能获 最甚乐 释迦佛和三世诸佛呢 以无漏大智慧观察到呢 要消除众生无名吃岸 所引起痛苦啊 使他们得到究竟的安乐啊 唯有修学菩提心 受持菩萨戒 这个呢 是第一种功德啊 最能饶益自他的功德 祭天菩萨那个入菩萨痕呢 其实呢 就是整本都是告诉我们 怎样发菩提心 怎样呢 受持菩萨戒 从第一品到十品呢 完整的呢 把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的修学的 次第 以修心窍诀的方式呢 归纳到一起 来传授给我们 那么我们这个学处会编里面呢 把第一品到第六品呢 的祭诵啊 都会编进来了 所以方便于大家呢 来读诵 来 正好呢 能够把它背下来 然后呢 日常修心呢 就有了 就有了智慧的宝剑 第二呢 受菩萨戒 即刻名为佛子 世间人天 都应向他礼尽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个时间 虽然只有四天 但是要知道 我们如法的受持啊 这个四天会成为我们今生今世呢 最重要的一瞬间 最重要的呢 生命之中 最重要的四天 因为之前呢 如果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那么之前一直是六道里面 不断在流转的业重凡夫啊 当下受持发菩提心 得到这个菩萨戒 里完整的戒体以后呢 马上我们的身份就转变了 马上呢 我们就成为法王子 成为身在佛陀家族的菩萨 那么十方诸佛都会把我们看作是儿子 十方诸佛呢 都把受菩萨戒的菩萨当作儿子啊 那么文殊斯利菩萨 弥勒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一切菩萨都会把受菩萨戒的 菩萨呢 当作弟弟 所以呢 常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护念 这个是第二种功德 身在佛的家族 成为佛的义子的利益 第三种功德呢 就是受菩萨戒 是转凡夫生为金刚体的点金术 华言经上有一个地方啊 说如果用一两滴点金剂呢 就能够将千两滴铁变成纯金 那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呢 就像一大堆灰乎乎的煤炭呢 加上点金剂以后呢 马上呢 全部变为黄金 同样的 我们这个五院的色身 以前呢 是一大堆灰乎乎的煤炭呢 那么发了发菩提心受持菩萨戒呢 当下就变为珍贵的 那个佛陀身 将能够呢成就像佛陀一样的呢 金刚体 所以身改啊 那个心改身如故啊 看起来外表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呢 内在的凡夫心呢 转变为菩提心了 那么呢 真正的觉悟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分水岭了 从此以后呢 能够真正的行菩萨道 来自于呢 圆满成佛 生生世世都得到这个菩萨戒的 戒体的保护 然后呢 在一切时钟 在一切处中 都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摄持 酷念 就算是有弥昧的时候呢 都会得到佛菩萨的唤醒 然后呢 能够顺利地在菩提道上 精进 那我们要知道 菩萨戒是遗寿永寿啊 就算是你有犯见呢 然后能够忏悔环境 那么呢 在寿的时候呢 只是名为开示引进了 不明心得啊 因为菩萨戒 它是全信起修 全修在信了 它完全是依据我们 心的本质来修 我们讲过呢 我们前面讲的精干精 心的本质是什么呀 空明现 直接呢 以我们这个真心本体来起修啊 这个真心本体呢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菩提心 第四种功德呢 是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是一切大圣佛法的种实法门 抓住 抓住菩提心 这一法呢 一切大圣佛法的心药 你都抓住了 一切大圣佛法的精髓 都是菩提心了 离开了菩提心 一切大圣佛法呢 都只剩下一具空壳啊 譬如一个人 他如果要消除贫穷的痛苦呢 那么获得摩尼宝是最好的方法 因为摩尼宝啊 是称为如意宝啊 那么你向他祈祷呢 你求什么 他就会涌现出什么来 大昭寺那尊 释迦摩尼佛呢 是佛陀的十二岁等身像 那个像里面呢 他有一颗摩尼宝珠啊 随求普印摩尼宝 一直自动呢 在这个身体里面循环 那如果是他走到这个膝盖 循环到这个佛身体 这个膝盖这个地方 然后刚好你也在那里祈祷的话呢 那么你任何愿望 都会迅速实现呢 那么我们能够获得沃尼宝呢 当然一切的贫穷啊 等等的都能够迅速的消除 同样的呢 我们要想出离三界轮回之苦啊 也应该坚持菩提心 受持菩萨界 那么可见呢 菩提心法门呢 是八万四千法门的心药总会啊 如果舍弃菩提心的法门 就好像到了大宝州啊 不去取摩尼宝 反而呢 去拾取其他的珍宝 去拾取其他普通的珍宝 那样子的呢 愚痴啊 因为只要你得到摩尼宝 你要任何珍宝呢 都可以由这个摩尼宝涌现出来呀 同样的呢 只要我们真正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呢 那任何大圣的法门呢 都在其中呢 第五种功德呢 是发菩提心 受菩萨界 能够成就 善更福德 不断增长的功德 没有菩提心的摄持呢 我们去修一切善法 比如说礼佛啊 诵经啊 词咒啊 不思啊 等等呢 当然都会有很好的 很好的功德 很好的果报 但是呢 他只能够赶得一次 善的果报啊 就好像一年生的植物一样呢 他直接一次果呢 就枯萎了 而如果是能够以菩提心 设持的善痕呢 就像 那么呢 他 就像那个 能够一直一直不停的结果的植物一样啊 那么呢 就能够在善果成熟以后呢 不断的增长 来自于到成就佛果位之间呢 善业都不会毁坏呀 菩提心树呢 横生果 非景不尽 反真貌 他一直一直的呢 不断的呢 成就 善果 所以一定要发心受菩萨戒啊 在那个菩萨音乐本业经呢 上面有讲到啊 说如果我们受了发了菩提心 受菩萨戒呢 那么你不犯戒的话 这个功德呢 他是在任在一切时空之中 在所有众生面前呢 你都有功德 而假设你是凡夫啊 你犯了戒 那你犯戒的时候呢 只是你对那个众生犯了戒 你只是在他面前 有过失 有罪过 那功德是非常广大浩瀚了 所以呢 就算是我们觉得 有一些人觉得 我暂时是不是根气不够呢 其实都要有勇气 都要呢 有精进心受菩萨戒 为什么 这个确实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 因为或者有菩萨菩萨戒啊 饭碗菩萨戒啊 或者还会有地方会 有可能会传授 但是像瑜伽菩萨戒 瑜伽虚空葬菩萨戒 是很少很少有机会传授啊 甚至有些人这个名字 都没有听到过啊 所以呢 非常珍贵和难得 那我们呢 要真正的 那个 如法的授辞 所以我们修任何善法呢 都要能够具足三殊胜呢 前行就是发菩提心 正恒呢 就是无缘 就是以空性会啊 来修 结恒呢 就是回向菩提啊 所以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呢 其实在一切法门之中 都要运用啊 包括我们证经 前行的时候 一定要导正自己的动机 要以菩提心来设斥 最后圆满的时候呢 也要回向菩提啊 那当然正恒呢 要能够以空性会来修呢 这个对一般人呢 是难度高一点 但是呢我们起码前行和接衡呢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啊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 哪怕是修任何微小的善法呢 都能够成就 无穷无尽的功德 第六种功德呢 是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能够摧毁极重的罪业 比如造了诽谤三宝啊 以及五无间罪啊 造了办法的恶业啊 当然这个罪业是最重的啊 经常说 你如果造了办法的恶业呢 这个恶业比比什么还大呢 就是假设哈 有一个人 他把整个 难散步骤的所有的阿罗汉 全部杀掉了 那个罪业呢 他比不上 比不上办法的罪业呀 所以那个是极重的罪业呀 那么如果依据其他的方法呢 是难以转业呀 而如果发心受菩萨戒呢 就能够解脱这些罪业 比如 世青菩萨 马明菩萨 他们都曾经 诽谤过大圣佛法呀 这个是办法的罪业呀 后来发起了菩提心 精进忏悔呢 都获得了大成就啊 世青菩萨和五卓菩萨 是两兄弟呀 世青菩萨一直之前 都是学小圣 他不信大圣法 那他的哥哥呢 五卓菩萨呢 就以善巧方便来接引他 假装说自己病了 要弟弟来看他 然后呢就叫另外一个比丘呢 在另外一间房子里面来读诵大圣经典呢 世青菩萨很有智慧呀 一听呢 他马上心开意解 马上知道自己原来 错了 所以呢他要忏悔啊 说我以前办大圣佛法 所以呢 我要我要忏罪呀 他拿起刀来 准备把自己舌头割掉 那么 乌作菩萨说 那个不能够消除罪业呀 你要转过来弘扬 大圣佛法 这样子呢 才能够消罪业 那又比如说 阿瑟士王子啊 我们看光武量寿经就看到了啊 阿瑟士王子呢 他把自己的父王 平婆说罗王 关起来呢 饿死掉了 所以呢 他造了杀父的五无间罪之一呀 后来也是依靠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呢 而能够在一刹那之中啊 从地狱之中解脱出来呀 那他曾经造了这个杀父的五无间罪 所以他还是要做地狱呀 但是呢 因为他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缘故呢 一跺呢 马上就出来了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我们打一个皮球 打在这个地上呢 一碰地呢 马上就弹起来了一样 迅速的呢 就从地狱里面解脱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真正能够受菩萨戒的功德是如此的殊胜呢 又比如说宋朝时候啊 有一位宰相啊 叫做张商英 他年轻时候呢 是非常的痛恨佛教 他准备来写一篇文章啊 来证明呢 佛教所讲的佛性并不存在 那么构思了很久啊 不晓得怎么下笔 那么他妻子就问他在想什么 然后呢 他就说我想写一篇文章 来证明呢 佛教这个所讲的佛性不存在 那他的妻子很聪慧呀 马上就说 假如是没有佛性的话 那又有什么好批评的呢 假设你要反对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有这一件事情存在 你才可以立论去反对呀 假如本来没有的话 那就好像你只是用一只手掌去打虚空一样 那永远呢 都不会发出声音来呀 诶 诞生音听了以后呢 觉察到自己的愚蠢了 所以呢 觉察到自己啊 原来一个有一个主观的成见了 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 只是为了维护儒家的儒学的正统地位 那从来没有怎么看过佛经呢 就先入为主 认为那个都是假的 都是迷信的 所以呢 他觉察到自己的愚蠢了 他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佛经 来详细的来看 阅读呢 就越有信心了 阅读呢 就越觉察到自己之前了 太浅薄了 太无知了 所以呢 就痛切忏悔 在一位禅宗大德面前呢 求忏悔以后 发菩提心 如法受菩萨戒呀 然后 依止禅宗的大德参禅呢 而开悟了 所以呢 也能够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通过发菩提心 受菩萨戒 也能够灭除棒法的罪业 而且还能够参禅开悟啊 世间的凡夫啊 居士啊 都可以这个样子都能够迅速的证悟啊 这个都是菩提心 奢侈的力量啊 第七种功德呢 就是发菩提心 能够摧毁各种决定重罪 对于各种不定业的重罪呢 也能够 对于各种的不定业呢 也能够在一刹那间呢 将罪业转化 正如陆菩萨很所说啊 菩提心如结末火 刹那能毁诸重罪 第八种功德呢 就是受菩萨戒者将舍命时 助大欢喜 为什么大欢喜啊 因为一个人生老病死 都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啊 那我们如果有菩萨戒体戒体呢 我们家要走的时候啊 心里面会取大欢喜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知道诸佛菩萨看我们是 诸佛看我们是儿子 一切菩萨看我们是弟弟啊 那我们将来会去哪里呢 以信仰恒念阿弥陀佛 一定能够往神净土啊 所以无量寿经上 你看三倍往神都会要说到 发菩提心 一向专业啊 事实上呢 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呢 在人间走了一遍 那么人生最低最低的目标呢 应该是当自己死亡的时候呢 一定要比出生的时候 心灵更善更美 这个是应该是我们的最低目标啊 那我们能够去哪里 那我们最低最低我们也能够到人天善道啊 那何况是我们能够受菩萨戒呢 那当然是能够迅速的生佛净土啊 第九种功德呢 就是受菩萨戒者生坏命中以后啊 所身之处常与诸菩萨为同学伴侣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守着菩萨戒呀 所以呢 所感得的这个 所感的这个等流果啊 就是将来我们会跟 跟诸菩萨 跟自己差不多修行的那个状态的那个菩萨 跟他们会在一起啊 做同学伴侣啊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 第十种功德呢 就是受菩萨戒者成就无量大功德账 在华言经初发心 初发心功德品中呢 就以较量功德的方式来阐述 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无量功德 初发心功德品呢 主讲者呢 是法会菩萨 当机请法者呢 是第四天 那也就是中国道教所所说的玉皇大帝呀 他来请法 那么第四天就问法会菩萨说 菩萨出发心功德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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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